后来蓝湛先去做早餐 魏英躺回床上 迷迷糊糊又睡了过去 他再次醒来时 雪停了 柔白色的天际染上了一片飞红瑰丽的光彩 揉了揉双眼 魏英想坐起身 下体传来的异样感 让他不由深吸了一口气 也是奇怪了 刚才跳下床去看雪时 他毫无察觉 这时候慢吞吞地撑起身 反倒有了一阵隐约酸胀的感觉 不知想到了什么 魏英抿了抿唇 某里让开脚下的笑意 他洗漱后走向厨房 不出意外地看到了 那抹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 在抽油烟机声音的掩护下 魏英捏手捏脚走过去 忽而从背后挂到人身上 像只烤拉似的 埋头就开始撒娇 你怎么起来了 不陪我多睡惠儿 蓝湛微测过头 柔声道 给你做早餐 可是 没有你 我睡不香啊 魏英故意矫情地说出自己的需要 从哲学上看 爱是对对方价值的认可 如果两个人都不需要对方 感情难以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 魏英喜欢被蓝湛需要 而他也需要蓝湛 想让蓝湛感受到满满的被需要 果然 蓝湛很是受勇 唇角不自主地上扬着 他擦干手后轻拍了下魏英圆润的臀部 我得给你做早餐 晚上陪你 嗯 你做什么吃的给我补补啊 魏英闭着眼 依旧絮絮叨叨 声音滴滴的 昨晚几乎要把我折腾坏了 一大早的你又这么精神 快告诉我你是吃什么长大的 我也要补补 蓝湛默不作声就这么含着笑 继续忙活着手上的事 任由背后的考拉在自己耳边叽叽咕咕 他喜欢这样的感觉 眉宇之间的笑意 如同冰雪出容时的湖泊荡漾着温柔 早餐煮的是苹果肉桂燕麦粥 蓝湛往粥里放入苹果片和肉桂粉 搅拌均匀后盛到小碗里 再撒上杏仁,淋上蜂蜜,就可以端上桌了 卫英胃口大开,比平时多吃了一碗 蓝湛给他添饭添得有些积极 多吃点,卫英喝这粥也不忘开玩笑 你让我吃这么多,把我养胖了 以后没人敢要我怎么办 蓝湛凝眸望住他,眼神里多了一丝疑惑 我不合格吗?卫英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 他佯装不满意,绷着脸,有那么一点不合格 哪方面?蓝湛问得认真 卫英只恶只穿了高领毛衣,也无法完全遮盖住的吻痕 称怪道,你看,这,这 你下嘴多狠,也不挑地方的 还让不让我见人?原来是指这个 蓝湛提起的心放下了,耳根悄然爬上红巢 垂眸说了一句,下次我注意些 欠自己把人说害羞了 卫英得意之余又有细余心不忍 拿起桌上装着牛奶的玻璃瓶 往蓝湛杯子里倒了点牛奶 吃错能改,还是我的好哥哥啊 来,给你补充点能量 卫英说着这话,与蓝湛相识一笑 两人谋理巨视化不开的柔情蜜意 临出门去上班 蓝湛往卫英脖子上 吸了条蓝白色相间的唇棉尾巾 把吻痕全都遮挡起来 卫英搂着蓝湛 在她唇上亲了一下 笑了笑,眼珠滴溜溜的转着 其实,我不介意的 只要是你 蓝湛一手还上卫英的腰身 把人压尽自己 声音蛊惑 嗯,我知道了 卫英笑 你知道什么啦 蓝湛没有回答 牵起卫英的手 两人一道出了门 不行到亚兰总部去上班 办公区开着暖气 几乎每个人都会脱下厚厚的外套 除去围巾和帽子 卫英也脱了外套 但脖子上的围巾还留着 卫英走出办公室许咖啡 来来回回经过密疏室几趟 车颂看不下去 他觉得那围巾太招眼 卫英是故意在辽兰站 密书室里还有报义在 车颂怕会形象 担心云乐知道 所以也不敢直接找卫英 而是尾随他来到一个僻静的转角堵住他 车颂双臂还胸 鼻子里发出一声冷哼 一个大男人 成天戴着条围巾 招风引迪啊 卫英不紧不慢喝下一口咖啡 挑眉笑道 车妹妹 你是活体ETC啊 车颂没反应过来 面色一沉 你什么意思 一天不抬杠就浑身不舒服 卫英翻了车颂一眼 越过他要走开 车颂确实伸手去拽卫英的围巾 卫英反应也快 立刻想从他手中扯走围巾 车颂双手紧紧攥着 不松开 与一手端着咖啡杯的卫英对峙着 卫英沉下脸 速声喝道 车颂 你别太过分 车颂像是没料到卫英会翻脸 而且模样看起来还有点吓人 他明显正了正 随后才性行松了手 不甘心的转身离开 这段小插曲 卫英没放心上 自然也不会跟蓝湛提起 下午三点多 暮色似合 外面又飘起了雪花 而且越来越密集 在食堂吃过饭后 蓝湛和卫英一起散着步 朝蓝湛第一次看见卫英的那个车站走去 蓝湛牵着卫英的手 把两只手都放入他的大衣口袋里 两枚戒指碰在一起 蓝湛问 戒指设计图画好了吗 卫英点了点头 好了 我有个朋友开了家戒指加工定制工厂 我们可以去请他坐 什么时候啊 卫英心有期待 因为蓝湛说过 他设计的戒指就是他们的婚戒 明天去 好啊 卫英的声音里充满了雀跃 飘雪的冬夜 路上行人寥寥无几 两人就这样漫步着 一根根路灯杆矗立在街道两旁 灯体被冻出细细的冰冷 散发出暖暖的光芒 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天地间 一片静谧而浪漫